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索尼发布了为自家XV3智能手机而开发的 又一款几种多黑科技云一身的全新移动影像传感器 IMX58U 其有效震速高达4800万像素 华为P20 Pro表示很有压力 几种多黑科技云一身 相信大家都对华为P20 Pro上面的那颗索尼 IMX600传感器并不陌生 里面的一些黑科技 在索尼 IMX586上都有起影子 曾经的诺基亚4100万像素的手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并打开了手机摄影革命的开端 之后的很多手机将重点从硬件跑分 转移到摄像头跑分上 这次与索尼自家手机ZX3一同推出的 IMX586 CMOS影像传感器 采用对战式设计 拥有4800万有效像素 注意 质有效像素 尺寸为二分之一英寸 对角线长度8.0毫米 比华为P20 Pro上的11.7英寸越小 但是像素更大 单像素大小为0.8mm 可以说是业界首创 这款Sony IMX586 CMOS传感器 将会大幅提升 智能手机的图像拍摄能力 可以拍出细节惊人的照片 搭屏起4800万的有效像素 就超过了华为P20 Pro的4000万像素 和诺基亚鲁米尔1020的4100万像素 当然像素高并不代表什么 还有三大技术的加持 才是这款传感器的真正强大之处 第一 0.8mmM技术才是高像素的前提 这是全球首次创纪录的 发布了单像素尺寸0.8mm的CMOS传感器 而且整块CMOS传感器的大小 为二分之一英寸 在那么狭窄的空间里 创造出4800万像素 凸效分辨率 为8000x6000的成绩 索尼也表示过 单像素尺寸越小 每个像素单位对光线收集的效率会有所下降 而感光度的下降 会进一步的造成饱和信号量的下降 所以高像素一直都是全化幅 或者是中化幅的专利 但这款RMX586恰恰相反 其先进的设计与制造技术 比其他传感器提高了光收集率 狂跌转换率 具备了较高的感光度和高饱和信号量的特点 就像上面这张图 是一张有效像素为1200万的样张 与有效像素为4800万的RMX586传感器样张 放大后做的对比图 可以看出4800万像素确实是比1200万像素清晰很多 细节表现也很丰富 第二 不算啥最新 在最有用的是Quadbear 排列技术 这个技术 在华为P20 Pro上也有 通过像素合成提高感光度 在RMX586上也是一样 可以利用相连的次像素同色率 色气 Quadbear 进行排列结构变换 合成之后可以将感光度提升至1.6mm像素尺寸的水平 就是变成了1200万像素 这个在弱光环境下相当有用 拍超级夜景的关键技术之一Quadbear 排列结构变换式意图 在白前的时候 可以通过其独立的ISP信号处理器 就直接实时输出有效像素为4800万的高清图像 对于拍摄风景题材非常适合 直接用于打印输出都可以 第三 比原来多四倍的高动态范围Quadbear 排列 不仅是带来高感光度 高清晰度 更多的是带来了B1200万像素CMOS传感器 多四倍的高动态范围摄像与实时成像 原来在IMX586传感器里面 内置了索尼独家的曝光控制技术和信号处理功能 才有了能实现高达四倍的高动态范围摄像与实时成像 在打光B的场景下 也能有效防止过度曝光 或者曝光不足等问题发生 这个四倍的高动态范围的实现 只是牺牲了分辨率为代价 总的来说 很看好这个传感器在其他方面 索尼RMX586还支持高达90帧的4K视频拍摄 这是目前的手机难以实现的规格 还有1080p240帧 720p80帧的慢动作视频拍摄 不过没能支持索尼旗舰级的1080p960帧的超高帧略慢动作视频格式 有点遗憾 只需要极快速的数据处理能力才能很好的支持 也许没有DRAM的缘故吧 一旦普及到众多主流手机的话 卡片机就会彻底成为历史 一年寸花幅相机 也许会感到一点点压力吧 最后 想要看到Dyson IMX586传感器的手机 可能要到2018年第四季度或2019年第一 第二季度 这就需要一定的独立开发 ISP图像信号处理器能力 要不然就只能等高通发布集成新ISP的芯片了 IMX586传感器价格在3000日元 约合人民币约180元 预计今年9月开售 使用销售及转角度的地区 认识,170元 预计 尾子